朋友们今天咱们再来数一下这个开关插座啊 这次呢还是女客户 但是我估计呢这次不会吵架了 为啥呢 因为人家直接告诉我密码我进来的 这房子里没人 来跟着我的镜头 咱们看一下我是怎么数这个开关插座的 这个强电箱呢一进门就在这里啊 就在门口 这边不用数了 那盖子到时候人家就装画了是吧 然后弱电箱要注意一下啊 弱电箱看有没有插牌 有呢就不数了 没有的话就要数一个啊 所有的捆位咱们都要给人家计划啊 来先看一下门口这边 这是一个楼宇对讲啊 所以这里也不用数 然后咱们看一下他这里面的线路啊 来 一眼一看就知道了是吧 你看蓝色并线头的 根据这个线路走向 上边上去一根 然后过来 这又过来一根 然后这过来 这个呢是一个插座 这是一个五孔插座啊 我不知道他为啥要在这里预留一个插座 但是呢人家确实是预留了啊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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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交代啊我以为出电了 反正碰到的时候 来看一下啊 然后剩下的黄色的啊 基本上都是控制线 但是这两根不一样 你看单独有一个线管 出来两根黄色的线 应该是双控线啊 然后其他的 看官这边的呢 应该都是控制线 来看一下啊 总共有几根呢 黄色的一根两根三根 黄色的是火线啊 三根控制线 代表三路灯 然后这边呢有两根 那就是五路灯 五路灯 咱们根据情况看一下啊 门口 人家做了一个小桶灯啊 这是走廊的 你是是吧 所以呢这是一个单独的 然后呃 这个厨房一个 呃 然后餐厅一个 两边的桶灯呢 应该是一路啊 然后呢就是客厅的主灯 这总共几个 你看呃 进门门口 桶灯一个 厨房主灯一个 餐厅一个 呃 然后客厅的这个桶灯 客厅主灯啊 五路 所以没问题吧 但是这开关应该怎么接呢 开关应该接两个三开 两个三开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有一个双控呀 知道吗 还有一个双控 一般这个门口有双控啊 一般可能是和走廊连接的 咱们看一下啊 走廊这边呢 总共有一个线盒 啊 就这有一个线盒 你看那个 它是卧室门口的 里边的啊 看一下 走廊不是有两个桶灯吗 一看线路就知道了 看 这不是吗 这两个线 应该就是通往这个呃 门口的两个双控线 然后这是一根火线 哎 然后 一根控制线 为什么穿两根呢 为什么很多朋友说 哎 双控线不是穿三根吗 怎么穿两根呢 其实两根就够用了啊 两根就够用了 因为一头有控制线 一头有火线 那你就穿两根就够用了 所以这里呢 哎 它是一个单开双控的开关 然后门口呢 咱们刚刚说了 是两个三开 但是呢 呃 三开和三开也不一样 这边呢 你可以买一个三开单控 这边呢 因为有一路双控 所以呢 你必须要买一个三开双控的开关 哎 是这个样子 来再看一下客厅 这个位置比较低的啊 基本上 你就不用看了 那肯定就是插座 肯定就是插座 但是插座呢 封一个十安和十六安的 你像这边不是有一个空调的吗 你看啊 可以往上之前预留的 这都有空调管路 所以呢 这是一个历史空调的 明显四平方的线 所以呢 这边是一个十六安的啊 三孔的空调插座 然后其他的呢 是这个普通的五孔 呃 电视墙这边非常明显啊 看一下 一个两个 呃 三个三个五孔 因为这边的线到时候要尖到这过来 然后双网线啊 一个双口的网线面板 中间呢 是穿这个电视线的 看到没有 然后像沙发这边呀 是吧 还有走廊那边 什么这些低的 还有洗衣机这边 根本就不用看了 那就肯定就是都是五孔 只要你看到孔 那就是五孔 餐厅 对吧 肯定五孔 还有这个什么 还有这个厨房 厨房全部都是五孔 但是呢 你要根据人家的这个电器需求啊 你要看一下有没有十六按的 比如说有些洗碗机啊 等等是吧 还有比如说还有其他的大功率电器啊 这就可能是三孔的了 那就不是五孔的了 但是像正常的全部都是五孔啊 厨房全部都是五孔 不管说布景器呀 油烟机呀 是吧 抬面全部都五孔 但是厨房一般呢 不要用带开关的插座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容易烧 来再看一下卧室 明显是双孔 是吧 你看 一根火线 一根控制线 然后这边三根 两根黄色 一根黄色 三根双孔线 对吧 到时候线一并 这不是吗 五孔 然后这边呢 你看 双孔 所以 一个五孔 一个搭开双孔 这边也是搭开双孔 挂式的 空调的十六按的 然后这边普通五孔 非常简单 这边卧室 看一下 这边卧室呢 你看 没有双孔 两根线 一根火线 一根控制线 单控 单开单控 单控开关呢 因为它比双控开关便宜 所以呢 咱们能开单控 就不用双控 是吧 给客户省钱嘛 然后卫生间的话 我都不想进去了 卫生间 馒头旁边插座 然后 那个浴室 不是 那个什么 浴室柜嘛 浴室柜旁边 插吹风机的 两个五孔 然后主卧 主卧这边呢 这边书桌只预留了一个插座 然后下面也没有 所以呢 没有预留网线 五孔 和一个单开双控 为什么呢 看一下门口就知道了 这不是吗 它肯定和床头是双控的 然后其他的五孔 十六按是吧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了 根本不需要细看 这是什么 对 恭喜你都学会抢搭了 单开单控的看官 这不是什么 卫生间 这是主位 那个看官 是控制这的 是这的 可不是卫生间里边的 卫生间里边呢 因为到时候有欲罢 是吧 你看 因为金钱灯呢 有的人呢 需要做一个看官 但是其实呢 金钱灯没必要做看官 因为金钱灯镜子上面 本身就有看官 你就直接做一场通电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看官也可以 那这边呢 可以装一个五孔 带开官的插座啊 开官单独使用 插座也单独使用 对吧 不要放在一起 然后 码头旁边一个 这就完了 所以卫生间门口呢 一边接 浴霸的开官 一边呢 可以接一个 单开五孔的插座 就这样吧 快不快 其实我跟你说 数的时间 它并不复杂 是吧 数的时间呢 并不长 反而就是我胆子 给这些东西 计数的时候呢 它是最慢的 还有再慢呢 就是来回路上的 这个路程时间 当然这个东西呢 肯定是凭借经验 一看就知道了 对吧 根据这个线路 你看咱们一看这个线路 就知道它咋回事了 根本就不是说 胡乱蒙的 因为人家现在网上 买回来之后 让你装 到时候你装的时候 不合适 那你不是尴尬 是不是 因为这本来呢 它就是一个中户 而且这户人家呢 它改的电路啊 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呢 基本上咱们就 扫一眼就知道了 根本不由细看 你只要不要 有一路的地方 你想呢 再说那也一路不了呀 是不是 那咱们都知道 那很多地方 它该预留的地方 它肯定就有 只不过呢 是一个还是两个 这样来说 对吧 你比如说 厨房的台面 对吧 人家预留四个 然后那个净水机 这些东西 那肯定有插座呀 所以这都是常识 所以也比较简单啊 但是不管简单 还是复杂呢 大家知道啊 就那一百块 就一百块 然后到时候 人家装不装呢 找不着你啊 那就再说吧 无所谓是吧 外公 外公